轻松恨不高千尺,恶主优虚斩万干 如果不除恶无尽,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死灰复燃,卷土从来 不仅恶化政治生态,还会严重损害党心民心 所以,从严治党这个君丁状不是随便立的 我们说道,就要做道 轻松恨不高千尺,恶主应须斩万干 原点,出自杜甫,将复成都草堂途中有座 先祭严正公五首,之中的第四首 严正公就是严武,严武是明臣之子 也是杜甫的好朋友 十一 要想让小松树茁壮成长,就必须要清除恶主 就像是官场的风气 腐败,皮榻的风气不除 连结高效的风气就难以确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